大家好,学习的最好方式就是大量的液毒料子 来,咱们看一下这一件 这件料子的话,一般人买不动 为什么?它在没切之前,表现极其不错 4公斤,墨西沙没问题吧 还是说是一块木纳呢? 到底是墨西沙还是木纳?这块料子会不会有增益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那么它在石头表现上呈现两种状态 中间位置熟了 不管擦开还是没擦之前,非常的明显 但是打在右边,有一点种水表现 但并没有这边好 那切进去以后,会不会存在变种呢? 还是整坨料子都会切到一样的种水 这是思考的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大家还要注意一个细节 这样的石头剥的是什么? 剥的是棉的重要性,对吧? 大家是否知道 当一个料子在没切之前,表现极好的时候 比如说脱沙料啊 那么切进去以后的种水一般都不会差 就像这一块 切进去以后,落冰杆没有问题吧? 还是说已经达到了冰种的品质 再结合它外面的表现 以及这块料子左右 中间之间的关系 你在观察它切开的状态 反复揣摩 你就会发现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 相结合得到的一个经验 记住,这块石头 这个表现再次重复一下 切进去以后 左边和右边的种水变种 中间的角度好 但是中间的位置呢 虽然有裂 但裂缝当中是有品质的 在品质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再仔细看 极部地方的棉很少 干净,清爽 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切薄放薄以后 出货效果会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数量太少了 这也没办法 那么这块石头 我们看它的棉 左边和右边 很奇怪 当你去看石头的皮壳的时候 你是无法去判断哪里有棉的 但可以判断可能会存在变种 所以说一块翡翠岩石 如果整坨石头都熟了 那么它的成本会很高 这份料子呢,黄标 最终呢,是否成交 大家猜一猜 或者是以这样的料子 以你的看法 切成这样的状态 能值多少钱呢 学习的最好方式呢 就是多看 我直播的时候 大家可以进来交流